柔弱是社会给女人的定义 大部分的女人也是这样子定义自己 所以她们往往忘了对自己独立的培养 尤其是女人结婚以后 她们往往把丈夫当成自己生活的全部 爱情是有保自欺的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组件 在结婚前 你不可能完完全全了解掌握你的男人 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你并娶你的男人 你也不能保证未来他就不会变心 婚姻是你认识你的男人的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婚后的男人对你敢做这三件事 还是考虑考虑离开他吧 一 男人婚后对你家暴 男人就要有男的担当 一个会打老婆的男人 我觉得是非常没有出息的 家暴的男人往往有很重的大男子主义 或者本身心理上就具有问题 有的女人可能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其实这是男人本身骨子里 性格上的毛病 是很难以改掉的 一时的人可能会给你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 家暴的男人往往还伴随着酒饮 毒饮或者适毒 这些绝对是对你们的幸福家庭 没有任何帮助的 如果你们有孩子 为了孩子有个健康幸福的成长环境 也要离开这种男人 二 男人婚后对你冷暴力 冷暴力是暴力的一种 其表现形式多为冷淡 牵视 放任 疏远和目不关心 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伤害 家庭冷暴力 多指夫妻双方产生矛盾时 漠不关心对方 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 停止或敷衍性生活 难以做家务等行为 冷暴力通俗地说 就是一种精神虐待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却也很不受大家重视 一个对你冷暴力的男人 对你漠不关心 把所有生活负担 对家族在你身上 这还不如上偶呢 一个会对你冷暴力的男人 基本可以断定了 他的心根本就不在你的身上 所以还是离开这种男人吧 三 男人不和你一条心 一个妈宝男 你可能婚前并不一定能感受到 可是当你们真正的结婚 生活在一起后 尤其是婆婆生活在一起 男人不和你一条心的情况 可能就会展现 你是要和男人共度一生的 你是他的家人 你们应该把力往一个方向使 如果婚后男人处处考虑他妈 从来不考虑到你 不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这就说明 他还是没有把你当成自家人 这样的男人根本就分不清 应该跟谁一条心 而且往往思想很幼稚 和不跟你一条心的男人 生活在一起 你就自然不可能生活得 很轻松很幸福 在你不顺心情不平时 男人不能给你安慰的同时 还可能给你心灵再次带来伤害 所以这种男人 你还是离开他吧 我还是要给你心灵再次带来伤害 我还是要给你心灵再次带来伤害